学习传统竹边记忆经历已经有11年的赛飞 一开始回到部落的时候 发现竹边记忆正在慢慢消失 因此他透过不断学习去寻找 把竹边记忆一片一片找回来 虽然过程中也遭遇到挫折 但是他不放弃 他希望这样的记忆可以传承下去 也期盼有更多青年一起加入 不让竹边记忆消失 学习传统竹边之记忆 已有11年经历的赛飞 一开始回到部落时 发现竹边之记忆正在慢慢消失 于是他通过不断学习以及寻找 将竹边记忆一片一片找回来 虽然过程中遇到挫折 但他也不放弃 每一次完成一个作品 就非常有成就感以及开心 也热衷在这学习的过程 运行那个采集的部分 那就已经很难 你走上去就已经很累了 你还要扛下来 还要把那个竹子剖掉 然后变成三米五米二米 那个都是 那个其实每完成 比如说我只要 如果我剖一个五米一百片 我可能有两百片是坏掉的 要重新修的 可是每次做完一个作品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 我又往前跨了一步 但是我还蛮喜欢学的 我到现在还在学习 我这样哪里有开课我都会去 总是我想要把这样的传统工艺 变成艺术化 变成装置艺术 让大家看到 那我从 从我开始从事这个 我就尽量比赛 我不管他得不得奖 我就这样你看到说 这个东西其实可以 很时尚 可以 更出现在生活上 然后让孩子们羡慕 一旦你羡慕你就想学 所以这是我这几年 一直在做的事情 而他也希望这样的记忆 能够传承下去 也期盼有更多年轻人 一起加入 不让竹编织记忆 小时下去 介盘这于东河相报导 谢谢大家